I make my way home I make my way For your love I will go far I wanna be where you are 欢迎们好 今天开启了环河池之旅 看一下我的摩托车 现在只有金城江和环江县 我没有深度游过 其他的县份我已经到过了 接下来的行程是到金城江的六甲镇 然后到环江 大家可以关注我 关注我以下的行程 路过高岭镇的时候 来到了杨幼村这里看一下 现在的水位非常的低 今年太干旱了 这里有个小码头 可以在这里露营 老年这里都开满了花 现在都没有花 就不在这里逗留了 我们继续前往金城江 这里的水还是这么蓝啊 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 水位下降了很多 天空那里飘的是什么毛泳泳的 看这个九顿天窗的水 太蓝了 在太阳的照应下显得格外的蓝 但是这种深潭啊 特别热热 在九顿天窗游泳就是不一样 整个人瞬间神清气爽 开车也比较有精神了 导航龙江第一湾转入老河池方向 在路边啊 发现了一块四面环山的场地啊 哦 四面露营还挺不错的 那里有一棵孤独树 把帐篷搭在这个位置 金城江四骑到六甲镇的这一段路 路况很好 山体也比较漂亮 这是龙江第一湾的景区大门口 今天游客非常小啊 可能因为太热了 爬山的话容易中暑 龙江第一湾 母乐甲 女神谷 这里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 哇 龙江第一湾的风景确实不错 尤其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旁边还有这种集装箱的民宿 将近一项房啊 从这里就开始上山了 现在我开始上山了 在太阳最炙热的时候 我们爬上这个龙江第一湾的观景台 在上面俯瞰给大家看一下 还没有走几步路 就在上面发现了一处水局 水质清澈见底 应该比较凉快啊 我们先爬山吧 下来再游个游 这个阶梯修得挺不错的 不是很陡 像我去爬那个圣堂山啊 那个十阶就抖得要命 这是第一个观景台 我们去前面那里俯瞰一下 这里的山不是很高 但是却非常的秀丽 我以为最高点是一个凉亭了 这就到了顶点了 如果没有遮阴的话 估计会中暑 今天户外温度已经达到了四十度 哦 高腔 我觉得这十块钱花得非常的值 灯高望眼 可以观看到这么秀丽的景色 真是不需此行 下山之后到六甲镇上买点菜 然后再找一个露营点 买一点猪肉 这里是一斤十块 买一点青椒 一斤是两块钱 在龙江地湾附近啊 找到了一个保障露营点啊 车可以停在附近这里 这里就是水局 然后旁边有草地 这个水局的水也是非常的清澈啊 就迫不及到的跳到水里面 太爽了 这期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